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沃入熊口 哈菲尔致命车祸后 死者遗体被黑熊从残骸中拖出 飙车被送入精神病院 女子闯海岸警卫队基地及范围公园飞骨 边开边睡 酿悲剧 卡车冲入新汉布什州高速公路施工区 亦被揭露大规模盗窃团伙 麻州和新汉布什州损失超200万美元 潮汐高涨 本周麻州预警沿海地区小规模洪水 沃入熊口 哈菲尔致命车祸后 死者遗体被黑熊从残骸中拖出 上周日上午 哈菲尔致命的车祸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死者被熊从汽车残骸中拖出 一名司机在驾驶2016款本田思域时 在I91号公路失控撞击了护栏 并冲下个路机撞上树木 事故导致31岁的丹尼尔·杜查尔姆当场死亡 他是车内的唯一乘客 令人震惊的是 事后有目击者发现一只黑熊在事故现场的附近 随后警方确认这只熊在车祸发生后 曾接触并拖拽过杜查尔姆的遗体 尽管杜查尔姆的死因很可能是车祸本身所致 但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 飙车被送入精神病院 女子闯海岸警卫队基地及范围公园被捕 昨日上午 波士顿一名女子在市区及Revere引发了多起的交通事故 并在短时间内多次逃避警察的追捕 上周日晚上 这名女子遇到了警察 她说自己在从单行道倒车时刮擦了一辆汽车 警方报告称 波士顿警方于晚上10点左右接到个醉酒司机的举报 第三方称 该女子喝醉了 但警方没有观察到相关的迹象 昨日 该女子先是在Revere驾车行驶时出现了极端的驾驶行为 随后撞击了数辆车并碾压了一人的组部 随后 她闯入了北端的海岸警卫队基地 并最终在尝试冲进范围公园时被一台叉车成功阻止 整个过程中 她多次违反了交通规则 造成了多人受伤 警方最终在范围park将其逮捕 据报道 女子将被送往医院进行精神病评估 将面临多项的重罪指控 边开边睡 酿悲剧 卡车冲入新汉布什尔州高速公路施工区 上周末 一名罗德岛州卡车驾驶员 在高速公路中疲高驾驶 其车辆于凌晨2点20分左右 冲入位于新汉布什尔州Merrymac的高速公路施工区 据新汉布什尔州警方报道 该驾驶员在Betford收费站南一英里处 不慎驶入了应急车道 撞击沙桶后越过临时隔壁栏 最终车辆卡在了施工区内 事故造成驾驶员轻伤 目前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发生后 高速公路南行方向的右车道 关闭了约三小时进行清理 亦被揭露大规模盗窃团伙 麻州和新汉布什尔州损失超200万美元 近日一起涉及盗窃500辆汽车催化转化器的大型犯罪团伙 在麻州和新汉布什尔州被捕 这个团体还涉嫌攻击自动取款机和珠宝店 2022年至2023年间 该团伙造成的损失估计达200万美元 据美国麻州驻影联邦检察官菲尔·马尔德介绍 该团伙被捕后 催化转化器倒写问题基本已经成为了过去 此案的侦破得于对犯罪团伙的头目 拉菲尔·达维拉的一笔易备购物活动追踪 目前该团伙成员均已认罪 等待最终的判决 潮汐高涨 本周麻州预警沿海地区小规模洪水 本周由于新月影响 麻州和新汉布什尔州的潮汐将异常高涨 特别是沿海低派社区 在每晚的高潮时段都将面临小洪水风险 东北风势将导致海上波高达4至6英尺 预计将使更多的地区进入小规模的沿海洪水阶段 波士顿等地的潮汐预警分别于周二、周四和周五的夜间达到高潮 相关部门建议居民和相关人员关注潮汐时刻 以防突发水晶和建水形象 确保人身安全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TO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夹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